屏東縣政府推出185岩山望來雙層巴士 分批開放預約 每班都秒殺 為推廣185岩線觀光 縣府乘勝追擊 再推假日限定185岩山可愛咖觀光郵輪巴士 帶領遊客深入部落社區享用冠軍咖啡 感受最棒的公路旅行體驗 注入熱水香氣四溢 遊客樂享屏東咖啡香 185岩線可愛咖觀光郵輪巴士 以車等人的交通旅遊結合遊玩模式 不用煩惱交通景點接駁又能暢遊多個景點 參與體驗遊城的旅客反應熱烈 上次我來琉璃吊橋這邊走過一次 那個也是坐他的巴士過來 但是那時候交通不太方便 要回去不太方便 這次我想說有這種套裝的 體驗有一些行程這樣覺得比較有趣 比較豐富這樣 也把一些當地的一些特色的產業 像咖啡 可可 鳳梨這些 做有系統的這樣介紹 我覺得這樣很好 應該這種活動應該是多辦 觀光郵輪巴士帶遊客從屏東轉運鎮 水門轉運鎮出發 走訪山川樓梨吊橋後前往里那裡部落品嘗特 等精品咖啡 午餐則在愛聊社區的愛聊食堂 享用專屬的金牌套餐 午後到屏東可可園區 在長陽於萬金綠色隧道和屏東咖啡園區 最後到民權農場豐富的遊城採預約制 那這個活動會比照神山縣的方式 都是採用預約制 就五天前預約 那五人以上就成行 那我們排了幾個主要的一個景點 帶大家然後可以做手朵DIY風味餐 那行進的景點都非常的漂亮 縣福表示 185延伸可愛咖觀光郵輪巴士 結合更多在地特色與文化深度旅遊 行程採預約制 只在假日開行 960元就能玩一整天 邀請民眾一起來探索185縣道之美 記者張如意 劉建榮採訪報導